新北某高中一名高一女學生 在新竹參加夏令營 進行飄飄河活動時 卻突然溺水 送醫宣告不治 家屬質疑 當時山區天氣不穩 活動為何還質疑繼續進行 調查也發現一名教練正照過期 相關活動也沒有依法送件被查 警方抵達西邊到場測量水深 休閒活動業者僅僅跟在側 因為他們辦的應對活動 前一天爆出溺斃事故 救護車獲報出動 一名溺水學員已被教練拉上岸 但失去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急救 仍舊宣告不治 離世的黃興同學是新北某高中 告一新生 家長幫他報名參加 民間機構舉辦的五天四夜夏令營 七月三十一號下午四點多 在新竹縣堅持的景平溪體驗飄飄河活動 疑似腳卡使縫 最終溺斃身亡 如果我帶我的小孩 要帶這麼多小孩去 我是應該事先想到說 他們可能會有狀況 那我相信雲區他們這些業者 辦了一個這麼久 那會不會讓我感覺是便宜心事 死者家屬不滿 當時水流湍急水位高 衛合活動沒停滯 對照原地行程還提前一天進行 更質疑在場教練延後救援時間 甚至在警銷抵達前都沒做CTR 同團其他家長則認為事發後 業者處理慢板牌 如果跟其他的下令比起來 他們是真的 危機處理的應變能力不是很好 因為幾乎都沒有主動跟家長聯繫過 經過當地教育局機查 不但發現事案單位其中一名教練 證照已過期 辦理素期相關活動也為申請重建 讓官方被查 實際致電業者未能取得回憶 但這場營隊活動費用破萬元 雖然業者有保保險 但水域活動部分有相關規定的標準保額 縣府發現業者沒有投保到最低法定標準 女學生死因 檢發後續針對兩名教練 以及業者的過失致死責任繼續理清 新北教育局以協同法治局提供家屬法律諮詢協助後續保險理賠 專家也提醒進行這類活動 下水前必須做好水位檢測 溪水的水洞也暗藏危險 不得不注意 相關活動進行都應有教練前道以測安全 記者 張熊豪直觀 尋求比賽 台北新章報道